其实不只是杨家仁 很多被害人家属遇到难题 都会主动找法医高大臣帮忙 像是红中秋案 以及苗栗张药房命案 甚至是南港小摩案 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这也让高大臣有了厌世大侠的丰厚 接下来的报道 就是要带您更认识高大臣 他出生在台南医生世家 也在日本拿到了医学博士 因为对解剖有兴趣 以医师身份投入法医解剖相严的工作 敢说敢言 他成了知名法医 看似一路顺遂的人生 其实也经历过低谷 因为在日本的投资失利 他一度负债高达两亿元 现在的他身兼多职 是医师也是老师 不改大名大方的个性 非常做自己 是混蛋嘛 对吗 我们说到八就是 这今天是混蛋 你舍弃你的专业 你要做一个政客法医 那是你家的事吗 干了我必须 不是脚没有力量就是极极歪歪 我把股东卖挑出来 他从这边灌胡马连进去 灌超多五公升的胡马连 对啊 这五趴嘛 五趴 五趴 几趴 十趴的 十趴的啊 聚精会神 双眼紧盯 仔细观察中部最强 大体处理老师工作 这一天 中山医学大学 正逢奇目考中 法医科主任高大臣 难得亲眼看见其他高手执刀 当场激发出无穷求之欲 看不出这名看似平凡的 欧吉桑即将漫入七群大关 解剖尸体超过四千具 累积的工作量是 现金法医界数一数二 因为尸体死了以后 他会留下很多证据 看你有注意看 你如果没注意看 当然就过了 推定死亡时间了 我一定有学 这都破过都知道 这清湘的罗马马 这我都不知道 这也清湘的啊 这就一个 一个两个兄弟 去阻止一个罗马马 翻开1990年 尘封记录 高大臣参与过的每一起命案 仍留存脑海 他说人命关天 法医报告里的一字一句 牵动检警办案方向 死者更可能从他杀 被判定成意外或亲身 为了钱杀害女儿 其实时还顾步一阵 不过竟然一颗 穿情杀案 因为 女儿又没有情杀 没有情侯 又阴到生殖器跟这都有伤 所以就认为我 是情杀 就叫我去 我就去了 我这期看 应该不是情杀 这有点顾步一阵了 警察说怎么会这样 吕黄都有伤 错了 因为他脸部没有伤 情杀我没有看过 脸部没伤的 这个是重点 法医的工作得仔细观察 见为支柱 第一时间提出可疑之处 才能让检警迅速掌握线索 顺利抓到真凶 这个太太 她跟这家签证合不合 但是处心计要把她杀了 她也知道她最喜欢吃她的水饺 她有一天她就想说 好你竟然跟我吵这么厉害 我弄你死算了 她去买那个梯霜 就夹在那个馅料里面包 然后包给她太太吃 她吃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开始痛哭了 她就赶快给她急救 没有救起来 死掉了 好了 她就跟她心疼 先生 你没办法救不起来 死亡承担数也要开 自然死亡 对 心脏筛节 她就说不要 你给我开意外 我大概是吃我的水饺去呛死的 没想到 我跟她太太就来了 我就去应酬 应酬到两点 回家就有点酒醉 她趴了就睡了 到十点 快四点的时候 一阵冷风吹来 那时候七月我这样 这路怎么又有冷风 一定我冰箱门不奇怪 我快点要来开冰箱 把冰箱拐弄 它不吞弹 就听到一个人走进来 突然就站了 要二三十秒 怎么贴下去 刚刚你的脸就这样 她的脸就这样 对看 我看 我有事找你 一解报下来 原来是皮刀状 坎坎和谈 对每几案子都能精辟解说 但身经百战 全台知名的高法医 也有出糗过 有一个尸体死了十天 被她发现她很吵 她是早上六点人帮她乘跑去发现 她八点外面叫我九点去 我就吃完饭了 你哪里呢 去我记得这么多 很欢迎 好得意喔 我才知道我挂一个口罩 因为味道我就挂掉 从头出来 因为我当时吃饭 我整个口罩 电脑都在哭了 这不好意思 吞了 高大臣经手过的刑案多如牛毛 回忆诉说起来 就仿佛一步又一步 惊悚好看的行政片 工作内容烧脑又有挑战性 不过来到解剖市 这里有一百多个吗 将近两百个 好 将近两百个 现在成为法医的名利会是 我们在台湾是零个 为什么 没有人要做 很简单 为什么 收入又不好 又没有什么前途 你想谁要做 我是走错路的 因为那时候 我家里有钱 而且刚好中山也要栽赔我 所以他中山给我薪水 那我去做法院 法医的事 那是法医的6万块 他你的薪水 13万两块 高大臣出生台南 家族三代中 总共出了50多位医生 父亲高光青 在1950年代 更是俯成唯一的眼科医师 我爸一个都收入多少 你知道吗 一千万 全部都太大了 难怪看不起我 你这老帅略 他中山医学院 他说我爸都告诉我 你不要做医生 我们一死人 不敢去死 高家三个男孩中 排行老二的高大臣 从小喜欢机械 性格最疲 高中时期差点被退学 从没把医生当作志愿 还好大学联考没有漏气 靠上中山医学院 大学时期不再打架闹事 努力用功 退伍后先后担任外科和妇产科住院医师 最后遵循父亲教会 远赴日本攻读病理学 创下京都大学 有史以来 外国人四年拿下医学博士的最快记录 甚至开始对法医产生浓厚兴趣 高法医的人生看似一帆风顺 只是42岁时出现剧烈变化 我其实不想开诊所 是因为我老爸过世以后 留了一笔遗产 我把这笔遗产弄得不好 因为那时候怕没经济 我去到探索的时候 经济开始不好的时候 我去买东西 什么买什么酱 什么买什么酱 所以疗得没发生 在诊所里忙进忙出的 是高大臣取回的美娇娘 日籍妻子高茂美 复唱复随一起回台 夫妻俩同心从零开始 回来走我就做了一个独门生意 独门就是独啊 独门生意 那时候真的很好 那时候更好在流行吸毒嘛 就很多人来借被抓什么来借 那时候因为有肌炎病人 我又趕了四小时 所以 所以我看完这儿看了 我到这儿睡 问都关起来 有人敲门我就下来 我帽子有时候来 我就去外面 我第一条来 放在这边 两个睡在一起 这差不多三年 每个人一个礼拜 睡不到两天 高达成夫妻 便手知足 终于还清债务 高达成也累积出知名度 不论内科外科 通通看 同时应邀回目校 中山一大监客 难能可贵的是 如此忙碌的生活 高达成仍不忘法医工作 只要检警或被害家属 上门请托 从一南后壁案 张药房案 到洪仲秋案 在洪仲秋案子的时候 你不是有被监听吗 还有被讽贺 对啊 他会不会秀秀 没有 所以我在台湾没有自残 就是这个道理 我当然就是告诉我说 你绝对不能自残 因为你一自残 你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只能抱着你的骨灰回去吧 在外人眼里 有话直说 百无禁忌的高法医 难得在镜头前 露出感性一面 真性情 不做作 让知名的高法医 也成了名嘴 上遍各大 高法医 高法医好 好 好 在水里面 找到汗水 找到皮屑 你如果找到这 他们搁到这里 这三个有几个 你就参与按换了 高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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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 高大陈的法医人生 尚未完结 只是以不同的舞台 继续上演 感谢观看